现在全战很激烈 那我们看到是美岛电子报 他们现在开始在做 所谓的追踪民调 也就是滚动式民调 就是每三天就做一次 那这是16号公布的 他们是14 15号所做的民调 结果发现黄金交叉总战出来了 侯友宜超车柯文哲了 但你说超车其实就赢0.2% 0.2%其实也就是一个误差值 那几乎我也只能说 他们两个二三名是打平啦 那只是说侯友宜真的是摆脱老三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今天有从里面的细项来看 就发现其实就是过去蓝军 当时对侯友宜失望 跑到柯文哲的票 那现在又回流到了侯友宜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金小刀操盘之后 在整合方面来说奏效了吗 现在我想应该是大家的危机感 危机感慢慢出来了 一个危机感出来了 因为你差太远了 你跟那个赖清德差太远 对啊赖清德现在 真的是 对赖清德35啊 那他们两位都是21.9 一个21.7 对 差了两位数 对我有很多朋友 很多都是蓝军的嘛 真是有一些焦虑了 有些人还要吃吃 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记得还没那个必要 睡不着觉 对真的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好焦虑 连海外都焦虑 我说你什么好焦虑的对不对 反正天塌下来总是有人挡 你何必那么跟自己过不去 但这种焦虑感会反映在他这个民调里面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基层 尽管有一些议长副议长你看他好像动摇 可是大部分的地方大概都动起来 因为国民党他的组织还在那个地方 对那个盘还在 还在那个地方 那么县市长他们真的要努力一下 不要说你干好你的地方出口就够了 对不对 其实你的中央没有这个覆巢之下无软软 我觉得国民党就是不团结嘛 那地方各自这样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动起来的话 他们一定要一定是望上升的 一定要望上升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你望上升 那你不能升到把这个差距拉大的话 这是民党最乐见的嘛 对啊 这个盘目前是赖清德最轻松的了 对最轻松 因为你很难去保 我为什么我一直感觉很难去保 因为选的人都认为自己会当选 尤其是你这个差距 差距这个很近的时候 比如侯友宜他也认为他会当选 是不是 那虽然 不是不是我讲错了 柯文哲他也认为他要当选 虽然他没有很强大的这个后盾 没有这个地方政府等等 那侯友宜尽管民调低 可是因为他有这个 组织 基本盘 所以他会认为 登正投票那一天才见真章 所以大家都认为会当选的情况下 不容易有气保 我说说气不干净 气不干净 除非你差很远 我就会气保 所以如果是很难气保的话 如果两个都投入的话 那三咖都稳输了 就稳输 所以除非你现在就是差距拉大 这侯友宜跟柯文哲差距拉大 那就另当别论 那我觉得要做备案 我觉得要做备案 如果你真的希望老百姓六成 五成多到六成 说希望政党轮体的话 那你到时候 国民党你如果没有那个本事 靠自己 理论上应该可以靠自己的 但是现在讲这个废话 因为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到目前为止是这个样子 除非你有很大的把握 在未来这几个月 但你要晓得侯宜 他还要过到清北市 这很麻烦 对他还没请假 他还不能全新的 老师觉得他要不要再提早请假 我认为他应该提早请假 如果我不懂这个法律 这个是不是规理可不可以 你就可以提早的话就提早 当然啦 当然啦 是不是 那当然他当时如果 就孤注一时 辞掉了 那是另外一种气势出来 不过现在讲这个都 都过了 都过了那个时间 讲这个时间 但他现在应该要 尽全力充斥 我觉得不是靠侯友一个人 当然 靠他一个人不行 整个组织啊 你又要他现在学习 去当个国家领导人 又要顾虑这个 顾虑到新北市政 又要地方 各个地方山头 要去整合 要拨走动 没有人有那个本事啊 虽然他当刑警 这个身体强壮 也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分工了 分境合集 要分境合集 我认为啊 国民党这些大佬们 大咖们啊 都要站出来 来帮忙他整合 今天国民党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以前的这些大咖们 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是不是 你本来就应该 你不要再计较 要不要跟你道歉的事情 你这些都不要计较了 韩国瑜这次表现还不错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很多 不要王金平王院长也出来了 也出来了 我觉得很好 甚至包括过去我们很多大佬 对不对 连家父子都爱奔走啊 对嘛 我觉得这就是应该这样子 你又就出来这个帮忙 他作为整合了 那让他呢 有这段期间他慢慢慢慢 我刚刚讲嘛 他就讲国家大正方针 就不要有后顾之忧 不要有后顾之忧 他每天对着镜子练习 对啊 讲话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以前 在学校里面演话剧说一下 有时候对着镜子练习嘛 对不对 国家领导人本来就这样嘛 这样的话你才分进合计 大家分工 如果这样子还 到时候民调还是很糟糕 那你就考虑去别人了 那叫联盟 你要考虑去联盟了 因为现在才八月中嘛 还没到八月下旬嘛 对了 那接下来的话 他九月中访美嘛 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他民调 老师觉得应该还是会持续往上 对不对 会上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25%有机会吗 你要问子佳 他现在21啊21.9 对这个问题 你要问游云龙 问子佳 都是我好朋友 你要问他们 但是就我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备无患 你如果你的目标是一个目标 希望能够政党轮起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备案 对不对 你国民党你如果像有篇社论讲 你国民党已经不再是泱泱大党的时候 你就要学习要以敌为师啊 什么叫以敌为师呢 对不对 你要懂的什么叫做组织联合战线 我们常讲统战 对 是不是 你要以敌为师 这个能够做了朋友 就尽量做朋友 对不对 然后你来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正常论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这个时候当然不要再一直吵 谁正谁负 谁正谁负 你到时候说老实话嘛 你到时候看哪一个比较 老实那那个时间点 大概要定在什么时候呢 那个备案什么时候要出来呢 我觉得是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我为什么我现在对很多其他人 他们提出了大陆政策 因为我只有兴趣大陆政策 所以为什么我对他们大陆政策备案 他们拿给我看 我很有兴趣看 我就想比较一下 我就比较一下 那我当然我希望能够 我希望有一天啊 如果真的到了第二步 要到了这个非律 或者是执政联盟 不管你什么联盟 因为你今天这个整个环境 国民党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也被迫真的要联合 你也要去联合嘛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